祝赵梁老师是优秀的青年评出演员 他给您带来一顿生活名段叫做霸桥 跳跑 掌声 他还给我捧着高高 一会儿我就得摔着夹几夹几 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我先祝 我叫祝赵梁 为什么我是这个开场的演员呢 因为我跟后边其他人不一样 我是一个业余的演员 我有自己的本事文化 我呢 工作是在北京的铁路几乎断 我是一名光荣的火车司机 我也可以毫无谦虚的说 在这个火车司机里头 我的评书说的是最好 在说评书的里头呢 就我这么一个被开火车 那么今天给您讲一段三国的故事 霸凌桥的狡猴 曹梁德连接三报 说汉兽平衡温云长 挂印封金 不辞而别 保着他两位黄嫂出了徐昌的北门 走了 曹子心里头非常的难过 但是曹梁德做事要善始善终 于是带领着手下众多文武前去追赶 关羽要为关羽长践行 咱们简短节说 追到了霸州桥头 把关羽追上 关羽长让二队黄嫂的车账继续往前走 自己搏着马匹 勒马同刀 与桥头之上 往深背后一看 随着滚动的尘叉 曹成像率文武 已经来到了霸州桥前 一看曹子的左边 是寻遇寻忧 国家城域 屡前蛮处 曹子的右边 是大将张辽 徐水 离点跃进 于尽学谎 下胡顿 左右文武 分立两旁 曹梁德在政区中 勒马之兵 抬头一浪 关羽长 这会儿勒马横刀 站在桥头 这会儿正是中午 杨空 啪 打在关羽的身上 钻银场金盔金价 绿战袍 从远处的密桥 就好像是一座金海 眼见得赤面长须 无缕然 金光铺铁 换千条 文孔孔上春秋笔 武达孙武牟略高 正堂堂冲避汉 魅风凌铃 换重销 摇勒马丁江处 一世天臣 立于霸桥 曹一元 微风凌凌的战将 曹所看着关羽打 心里到爱 这段霸桥调 想当说在七十年代 我那位袁霍城 袁师爷 去中南海 给毛主席 说的就是这段 毛主席特别听来 爱听这段 为什么呢 这段讲的是 人情是理 讲的是一个人 如何事业上 能够有所成就 一个人要想成就世界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得二目十人 能把人给看透 说世界上所有的人 就包括在座的诸位 都算在一块 天底人可以分为四种 哪四种呢 投影人 这种人 有能耐 还没脾气 这种人叫什么 叫天才 像三国里头 如果俩呢 司马仪呀 这都属于是天才 二一种人 有能耐 也有脾气 就像关羽这样 这种人叫人才 像前头 三国有点鸡骨骂鸿 那个迷航那样 这都属于是人才 眼前的叫郭泽刚那样 这都属于是人才 有能耐 也有脾气 第三种 没能耐 可是也没脾气 这种人 叫幽态 像谁呢 就像在家 我这样 我叫谁是幽态 最后一种 没能耐吧 脾气还挺大 这种人叫什么呢 叫蠢才 就像这个 白人 不这儿 关羽长 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 曹特一瞅 这样一圆虎架 眼瞅着就要离开自己的心里头 好不难受 人才 为何不辞而别 关羽长 把青龙刀横过来发 往铁木梁上一旦 左手一按这刀走 他们见 出关头 甲州在身 不能下马尸里 往横向海涵 哎 你我之间还用得着如此 老夫此盘前来 没有别的意思 其一 是为你见性 其二 我还给你准备一些银钱 作为日付费穿金 拿了过来 冲口一招手 见有一个小笑 跳下马来 手里头 拖着一个红油漆的盘子 盘子上面 放着一层的红钩 容上边 放着一排牌的马鸡金 黄灯灯 金光缭缭 上前两步 来到关羽的马前 往上一拖 举过头领 关羽低头一看 心中爱下这钱我还要 上下 我自来到许都寸功内地 有道是将不立功 授禄有愧 我看上下还是把这些钱 发送给诸位军校 哎 云长何必如此过谦呢 你自来到我许都 能力的功劳还少啊 白马过前你斩了银梁 严禁一战 你斩不了恩仇 这些钱 难比你功劳的万分之一啊 不过既然你不要 别怕 老胡 还为你准 你那一件事 好 这种话 你收下 做一个 临别的体验吧 说的是 跑到东方又一招手 见有一个小巷 手里头捧着一个盘子 盘子上头 放一件绿段锦袍 来到关羽面前 单腿打签往地上溃 把这盘子举过头顶 等着关羽长 接这件锦袍 关于这会儿 可有点犯难 我刚才给你钱 你可以不要 这锦袍这是个纪念品 这会儿如何你总得收集 可是这会儿 我云长往后一瞅 曹子身背后有众多战将 关于心理下的防备 我按照身份品级 只是一个小小的汉兽 顶头 曹子是丞下 按照规矩 我就应当滚安下马 用双手 把这件锦袍给接过去 可是我要下马之后 众多战将 花瓣上这么一围 双拳难及四手 恶苦不敌群狼 可是锦袍又不能不接 怎么办 想至此处关群长 心神一动 口中说了一声 多谢丞相 把这青龙刀往前一推 把这线袍的小笑 吓一道 我这给您线袍的 您怎么让我们天子打刀 我照顾您的 其实 昆宇跟他无言无从 哪会给这个 现袍的小笑来一走 那昆宇要干什么 见关群长 把这青龙的高架 顺在锦袍里头 蹦 往上一挑 又把那锦袍给挑起 扑拉拉的锦袍 在半空之中就走开了 众人闪磨关桥 眼见则洛军 走进线 龙探周旺 还是江崖宽片云锦 又是用最好的意料 被关羽做成了锦袍 这锦袍不单是漂亮 而且你能从上面看得出 春夏秋冬四季 花开花露 说的悬合 一点人有悬合 在那锦袍上 所有的图案 全都是花朵 有打一月份 开水仙花 一直到十二月开辣味 一年十二个月 一个月开一桌花 在这锦袍上全都秀着呢 可以说是花昏锦簇 耀眼争亏 此时 剑群长发一刀头 现刀头了一个半头 把这锦袍就配到身上 一裸的撕疆 左脚的脚尖 一点刀 右脱一场 可以变得 我再执行 正说拍一大拳 马冲朝后 马腿朝前 马腿冲着曹总 关群人要走了 心想事不宜迟 迟则生命 我赶快 追赶我二位 黄嫂子车帐要进化 曹总在后面 望着关群长的背景 真不哑 挂了 马刚当时 大于佩服 心说关群长 你就这么走了 你身在我曹人 一十二才了 货带你怎么样 上马一提银 下马一提银 三十一小业 五十一大业 十名美女相送就你 现在你跨下 骑着一匹 仕途牵迷马 这还是老父 我送给你的呢 临别支持 你什么都不说 身背后 文武军 真在那儿吵着呢 配马群长人去 你太不给我面子了 这等于是 打我的脸 你记不清 那羞怪的老夫 无异了 想至此处 曹灯咬牙一狠心 刹 把手里头 这马兵 就举起来 随着这鞭子 往空中一举 就听身背后 哗的撒的 一片假意声音 直讲 怎么回事 这鞭子一举起来 这就是一道案令 众多战将全都抬腿 探背后 嘎 由打了一条环上 把兵人摘下来 大瞪了眼睛 看这鞭子 曹灯这鞭子是要往下 一路哗 众多战将一拥而上 就把军军长杀死在 霸中桥头 这鞭子连举起来 曹灯一狠情 刚要往下落 恰在此时 呼听的马口轮铃声 啪啪啪 关于你常把马 有圈子回来 怎么了 这会关于也意识到 我不能就这么走 毕竟这么长时间以来 曹灯带我不保 你总得说点 哪怕是贴客套话 想至此处 云雅勒住坐地 左手毕与喊一下唐然 右手苏勤卑劍 把青龙当的背后一背 云谈下 人常多喜的丞相赠袍之情 青山不改 如水谈流 为丞相他的相逢 相逢有志 后会有气 云谈 去 小腓一壮表良两脚 一个背后战 看试图牵立马 就好像拖行店一样 是奔上了弯道 这正是巴黎桥边洗魅兰 关公策马走关山 双林夹岛英雄去 望得空余 替你泪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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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